我们祝福领口 我们祝福领口建立一间荣耀的教会 我们要祝福领口 因为我们的教会在那里 要看到整个领口要得到极大的祝福 极大的恩典 许多人要得到医治 得到恢复 他们的生命都要被改变 阿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因为领口会堂原本的设计是跟姜翠新装一样 是长形的设计 后来影音同工做考量到转播的原因 建议我们把它改成横式的 可是如果要做这个的决定 第一个我们工程可能会延统一段的时间 第二个会牺牲到一些座位的问题 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挣扎 最后我们决定牺牲一些座位 把它改成横式的会堂 那事后证明 当时候我们这个关键性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会的转播 或者偶尔主日的转播 现场的临场感都非常的好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当时候的引导 领口幸福其他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遇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的爆发 所以在聚会开始前的一个月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我心里面跟上帝说 上帝你实在是太看得起我的 怎么给我这么大的挑战 所以我当时候几乎是每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 就一个人从板桥开车来到教会 然后坐在会堂 一个人在那边过着祷告 或者在社区里面行军祷告 后来我们在九月五号 平行星开始要第一次的主日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大概不会有新朋友来 我就跟童工说 我们预备十份的新朋友礼物就好 平行星预备 结果没想到在开始聚会前的那一周 就有很多新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新朋友的礼物从十份追加到二十份 到最后追加到三十份 然后没想到我们九月五号第一天聚会的主日的那一天 总共来了二十九个新朋友 那这个过程中真的让我们学了一场信心的功课 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一切只能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希望能够看到很多为信主的家庭 他们能够一家一家的来到教会信主受洗 委身在教会里面生命被改变 也期望看到林口当地很多可能很久没有回到教会聚会的基督徒 能够重新在这边找到属灵的家 他们生命重新被恢复 被建造 被医治 重新找回起初爱神的心 也重新找回对上帝的信心跟盼望 欢迎大家来到林口信不信盼望 耶